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头大面小指的是脸庞硕大而鼻梁低矮偏小 又称面大鼻小 脸庞很大让人容易接近 鼻子代表主见又代表决断力 所以面大而有人缘 鼻小则忠诚度不高 主见不足而人云亦云 三性加奴 令人迟冷 所以这样的人几乎走一处败一处 因为人品有问题 自控力不够 一生难有所成 三 两腮无肉不可教 两腮无肉指的是没有腮部的锥子脸 倒三角形脸 腮部圆润之人 与人相处有坚持且多诚信 国字面能为官 腮部有力之人 属有担当 诚实办事 相反 没有腮骨的锥子脸 做人少恩义 卖主求荣 做人诚信度不够 古代道三角脸型女子多作妾 有钱就跟你享福 你一旦败落 则立刻投奔新柱子 四 脸上面肉横生不可教 一身横肉无论男女皆属于有情无意之人 这种人翻脸比翻书都快 你有一点得罪她的地方立刻翻脸无情 且对你下狠手 这种面相的人黑得下心 狠得下手 绝对的忘恩负义之辈 所谓人心好坏难欺天 女子一脸横肉多不孝顺 人生在世得微本 做人不能快良心 做从哪儿酸 言从哪儿闲 当思来处 五 面广鼻长 伎俩非常 这句面相段语类似于驴脸无子 马脸无厚 但这里强调的是鼻子特别长的面相 而面广则指的是驴脸与马脸 驴脸和马脸都是描述脸特别长 大成鼻子的面相心机难料 喜怒不形于色 足智多谋 手段非常 这样的人早晚能够爬上去 如果你与之结怨 那么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绝对会算计你 设计你 这是有仇必报的人 正因为驴脸之人过于精明阴损 以至于无后 后人几乎都不成才 用心计较斑斑错 退步思量 实时难 六 翘嘴猪子会翻蓝 翻嘴唇皮两头尘 翘嘴面相有二 其一 嘴里牙齿朝前弄出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尖嘴 其二 说话的时候 嘴唇使劲朝前用力 而嘴巴弄出而尖尖的 这两个面相都是尖嘴猴塞的尖嘴 翻蓝本意是圈养的猪跳出猪蓝 这里只反叛的人 做人背信弃义者 这样的尖嘴面相做事急功心重 见不得别人好 吃力爬外 耳恩将仇报 无论平时表现得多么忠于你 一旦利益献钱 就会以德抱怨 过河拆桥 同你翻嘴唇也是尖嘴的别称 狡话的时候 嘴巴使劲朝前用力而撅起 这里是两面三刀 表里不一 专门调拨离间 当面跟你假人假意 背地里专门使坏 用阴招的人 明艳有云 有钱不卖撅嘴驴子 有本事不娶厚老婆子 撅嘴裸子养不长 七 勾勾鼻子勾勾心 勾勾鼻子害死人 勾勾鼻子就是面向学的阴勾鼻 阴勾鼻的特点是 鼻头尖尖向脸部方向勾曲 鼻梁露骨 向外攻起 鼻翼露口 小编解读 鼻头沉肉 贪淫不足 鼻梁攻起 自我强烈 游击无人 鼻翼偏小 做事缺少 契约精神 背信契义 鼻梁攻起 鼻头尖尖 垂肉 心肌深 善用计谋 而攻于心计 内心阴检刺丝 专门能整人算计人 为了一己私利 可以害人 所以我们远离因勾鼻 趋利避害 防患于未然 八 鼻膏见梁 可死他乡 勾勾鼻子 勾近不勾出 鼻梁突兀 高高耸立 鼻梁有如刀锋 能够见到鼻骨 鼻梁无肉 脸庞与鼻梁相比 明显脸盘小 而鼻梁高突挺立 鼻大面小 孤风毒耸 一生自力艰辛 因其亲情太薄 人缘欠佳 一生财运不足 这是奔波劳苦的命 到老奔波劳苦 无有亲人 因勾鼻子面向的人 因为自私自利 便宜占尽 所以面对名利 都是为自己做打算 从来不考虑别人 属于功利算尽的人 9.耳粉无伦 祖叶如尘 耳薄如纸 苦得要命 耳粉无伦指的是耳朵小 耳朵平板一样 耳朵朝前招风耳 这是做事三分四次虎头蛇尾 有始无终的人 耳朵又代表祖叶 因其耳小外翻 主无智 所以会败尽家财 祖叶有如风中尘 手中沙 一样不可留 耳朵薄如纸片一样 这是心天盛气大虚的面向 如果不注意后天设生 则体弱多病 命运之光满以眷顾的人 命苦悲催 人贵在自知 狗贵在试图 人生在世 德行为本 本利而道生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人活世上 无财不足以养生 但无德则不能养到 如果只是为钱财而失去道义 恩将仇报 则鸟寿不如了 羊羔有贵乳之恩 乌鸦有反补之情 禽兽上能如此 别人追求从体面中找到尊严 而有的人偏偏用龌龊来洗刷心底的自卑 即使他脸上贴了金 那么金的底下也是脏的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